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持防疫好习惯也很重要 戴口罩 勤洗手 如果有疑似症状可以先做快筛 也请多关心年长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的亲朋好友 疫情变化多 请您与我一起完整接种疫苗 备妥防疫物资 落实防疫 互安抗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 这个行情算是蛮强的 反弹算蛮强的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都都去台积电 还有一些比较少数的 可是很多股票好像也没那么强 但是各位投资朋友不要急 因为有些东西怎么样 就是要慢慢来 你急也没有用 台积电先稳住 连电先稳住 最重要是后面 这个才是重点 才是重点 所以我陈老师常常跟你讲 有时候投资朋友就是会急 什么叫急 起起来我的股票没起 还有股票还在落 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已经跟你讲过 一样是一套资金 这一套资金 他今天拉了台积电 他明天爬爬爬 又可以去嘴巴人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就像一个水一样 他今天流到这边 明天又流到那里 所以你千万只要是行情上来了 你就安一百个星 我已经一直跟大家讲过 我都十月 光辉的十月 很多人不相信 光辉的十月 大家知道 很多人没相信 但是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有时候很多事情 你在看 跟我在看 那不一样 我这样讲你懂吗 你在看跟我在看不一样 所以 我陈老师常常跟你讲 有时候量太大的 你知道吗 不见得你现在适合进去 但是有些股票 他可能他在未来 他可能是怎么样 你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陈老师 我当时你看看 我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对不对 还在创新高 对不对 人家大半的 落到这样 他创新高 人家大半的 他继续创新高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你看这种股票 他还是熬了很久 对不对 跟陈建宏基础建设 这怎么 说真的 这哪有人会 哪有人会相信我 这陈老师 这种股票会涨 你看今天继续的创新高 继续创新高 你看 还在创新高 他已经白了 他几乎是逆大盘 你看 他几乎是逆大盘 对 那最重要的重点 我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吗 7月1号300张 这说真的 这哪有人 哪有人愿意相信这种东西 300张 再加300张 你看 300张 所以说 我常常跟你讲 有的东西 你现在看不到 等你有一天 你就看得到了 我不会 我不会辨你 你看一下 我之前跟大家讲这个戏 讲这戏 哪有人要信我 陈老师 这什么玩意儿 什么戏骨之王 马上大涨 也没有人要相信 你看 现在 他也是很强 他也是很强 今天也是强势反弹 你看这个戏 也是强势反弹 很多人都不相信 所以我陈老师 常常跟你讲 有很多股票 很多人 陈老师 把他动作傻傻 陈老师 我常常在讲 有些股票 我跟你讲 他真的会强 你不要小看这个 热印 这不输 这个热印 对不对 我陈老师讲 很多股票 以前人家都不觉得 我以前曾经跟大家讲过 叫微田 你知道 买一天一百张 一天五十张 现在可爱买 微田 你知道吗 我之前在讲的时候 陈老师 这什么股票 什么叫微田 所以我陈老师常常跟你讲 像什么奇友 也是啊 没有人爱买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有一些股票 你现在看不到 你等以后 你绝对看得到 像我昨天 我一直跟你提到过 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 叫我网龙 你现在看不到 它会涨 有一天我跟你讲 等它飙上来的时候 等它飙上来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会不会是下一次的大黑 这网龙 网住一片天 龙飞在天 游戏概念股 3083这个网龙 我现在跟你讲 你不会相信 我等到有一天 我跟他讲 等到这个上来 陈老师说 我今天还会背 你看我讲这个 这个谁会理我 陈老师 这是没有量 没有量 我跟你讲 你在这边 你绝对不会理我的 我讲真话 你在这边 你哪会理我 你这样你会理我 每天在那边 要死不活的 而且还那么低 还那么便宜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没有量 这个没有量 你这时候会理我吗 陈老师啊 你这不会理我 你在这边 你哪会理我 你到今天你看 八字了 那为什么现在 连法人都爱买 现在连法人都爱买 这只股票 叫他台股第一 应该不会过吧 台股第一名 我这只叫他台股第一名 应该不会过吧 应该不会过吧 所以陈老师 我常常跟你讲 很多的东西 你要放在心里面 你懂意思吗 他说主要我知道 我觉得 我这股票 我觉得 我不爱买 对啊 我知道你不爱买 但是有一天 很难讲 我跟你讲 你不要看这游戏概念股 这游戏概念股 我跟你讲 标起来不得了 这游戏概念股 现在没有人会注意 游戏概念股 现在没有人注意 你想要听 这下半年到年底 超级大力多 游戏概念股 我话就只能讲到这里 因为我陈老师有时候常常跟大家谈的很多的股票 很多人在动工工 我不爱买啦 陈老师我不爱买 我不爱买 我知道你不爱买 但是有一天你就爱买了 今天陈老师送给大家一支股票 你以后你绝对会很爱买 联合大家一起大发光 光辉十月 把它记住了 我跟你讲 下一支绝对会超越见机 我跟你在打赌 绝对超越见机 光辉十月 我今天我就跟你赌啦 接下来我跟你讲 接下来我们到十月底 你看看 是这一支股票 我就把这号码就3411 联合大家一起大发光 后面涨的 会不会比见机 我说后面 这家后面的时间 后面到十月底 你看 联合一起大发光 涨的会不会比见机更多 我等到十月三十一号 等到十月三十号 我们来印证 光辉十月 你现在不买 现在见机长到天上了 我跟你讲 你可爱桌 你现在见机长成这样子 见机起到这样 我继续撞下去 那没关系嘛 我就跟你讲 现在在这个位置 现在在这个位置 3441 我现在跟你写这样 现在在这边的位置 很多人不相信 现在在这边的位置 叫做3441 等他有一天 他这样子会慢慢的往下的时候 这个3441上去 我跟你对赌 我跟你讲 股票市场里面就是这样子 你现在可爱 你看一天两三万张 一直买 那我那时候叫你300张的时候 300张你怎么不买 300张的时候你怎么不买 300张的时候你怎么不买 你看我以前我叫你 第一档的时候一天才100张你也不买 今天就追得了 是吗 好的很 所以我陈老师就跟你讲 你慢慢看 你慢慢看这股票 以后被喷 你慢慢看 你看这股票以后被大喷 反正我今天也有利多 我今天跟你讲 你现在看不出来 等到法人回来 陈老师我自己公表很强 游戏概念股 我跟你讲很多游戏概念股 你要很注意 我陈老师讲话没人信 你现在就 陈老师 我们今天全部去买台积电 你又来了 你又来了 知道知道 我们今天全部去买航运股 有时候股票上的时候 大家就直觉 这样就是 他就知道买那些东西 然后你到时候套又套那些东西 你等到套又套那些东西 所以有些东西 你反而要回过头来要注意一下 像这种短小金干型的 我跟你讲 等人家下来之后 搞不好他快上去了 你懂意思吗 那当然他今天比较强 今天比较强 我们就叫你去追 你反而要回过头来注意什么 注意这种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后面就是上去无限大 下来有限 上去无限大 对不对 我今天讲来那些 这两天为什么长光照 叠最深 光照叠最深 光照是不是叠最深 所以这两天为什么长到光照 叠最深 所以我今天跟你谈这股票 你今天不会买 你今天说 陈老师今天追见机 追见机 对不对 那我就跟你讲这个 这会不会是下一只大黑 这网龙 所以陈老师今天跟你送大家一只股票 把它放在心里面 联合大家一起大发光 这只股票你给我等着看 3441 未来这只股票会不会强过见机一倍 我讲见机的时候 你不愿相信 我跟陈建宏基础建设 这哪有人信我 我今天就跟你讲 下一只的见机 下一只超过见机的就是他了 你不要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要死不活的 我跟你讲 业绩绝对超越见机 他的业绩未来绝对超越见机 我们拭目以待 所以陈老师我就跟你讲 你今天比如说 你今天看这个行情 对不对 很多很强 光照最强 跌最深吗 跌最深啊 对合金中美金强 跌最深了吗 那今天为什么 跌最深最强 所以我之前的节目里面 我是不是告诉你 跌最深它最大 跌最深就最大了 那当然这个是涨最多了 涨最多你该追吗 那我就跟你讲还有谁 你就慢慢看 这也都是跌很深啊 这以后我跟你讲 绝对是一批大A嘛 等到飞上去的时候 你就说陈老师这次股票很赞 3083网龙 我陈老师现在跟你讲的绝对是怎么样 人家不注意的 等后面人家就来注意他了 等后面我跟你讲 人家就会来注意他了 等后面啊 人家就会来注意他了啦 等他上去了就像今天追见机一样 今天就像追见机一样 大家就开始来注意他了 所以我陈老师常常跟你讲说 你在这个行情里面 你千万心里面要知道 第一个重点 他这一波怎么样 他跌得很深了 美国也是一样跌很深 所以他一定会有个反弹波 但是这个反弹波怎么样 你千万不要再去追大支股票 因为我已经讲过 这一次其实 姑且不论升息啦 我跟你讲 而且我个人认为 我今天是讲句实在话 这个拜登跟鲍尔 至少我目前看起来 还不太愿意看到美股大涨 我讲真话 所以这两天美股大涨的话 你小心那个鲍尔 鲍尔我觉得他比较偏空 我的感觉啦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两天美股上来 那个鲍尔 我看他又 他可能又来了 这个我看这个很严重啊 这个很严重啊 这个啊 其实说真的啦 他们既然他们的目标 就是要让美股 他就是要让他下去 所以我已经跟你讲过 鲍尔他的方向很清楚 你知道鲍尔跟拜登 所以这两天 你看美股反弹 说真的 他可能又要来了 又要来 又要把他打压了 因为怎么 因为我个人认为啦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我个人认为是 可能Dowjones 最后大概还是会回到两万点 你看他今天又三万了 我觉得Dowjones 真正的会在两万 两万才会真正休息 Dowjones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 大概会到两万点 两万点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你知道这个Dowjones 所以今天又上来了 我是觉得可能Dowjones 他们认为这一波最重要是希望 Dowjones回到两万点 回到两万点 终极目标啦 我认为这是 我认为这个是Bowler的终极目标 两万点 所以你上来 你还是要 还是要注意一下 大支股票不要一直买 大支的股票 所以我已经跟你讲过 你反而怎么样 你反而要注意一些小支的 小支股票 像我就跟你讲 这个真的会飞上去 你现在没有人要 等到人家都下来了 我给你讲等到那些什么什么台积电 什么的大支的下来了 你小心这种东西它会飞上去 你会飞起来喔 飞龙在天啦 飞龙在天啦 你小心这种会飞上去喔 我跟你讲你现在不信 你看我之前跟你讲这你有信过吗 长成这样子啦 长成这样子 你有信过你也不信啊 所以我跟你讲最终我认为道琼应该是要 鲍尔跟拜登最希望是来到回到2万 我认为道琼回到2万 因为道琼说真的 他从20年前7000点嘛 长到4万点嘛 他回到2万很正常 而且回到2万是变成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对 你也不会有通膨的问题 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懂 本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要一直追 你不要一直追大支的 我想真的 今天赶快又再追喔 你看那些看空的老师又开始犯多了 看空的又开始犯多了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 我认为道琼我不会跟你讲大崩盘啊 为什么因为到我 我个人认为很正常啊 你道琼你 你7000点嘛 对不对 你20年你涨到4万嘛 所以年限一直绕在哪里 年限啊 10年限 对绕在哪里 绕在这附近嘛 2万到2万2中间嘛 他一定会回撤嘛 那我今天我利用20年涨那么多 我未来我可不可以利用 至少利用5年的时间嘛 对那你说你说真的 他在这边也整理个差不多 美国这边也整理了三年了 从最高点3万9 3万9 他也整理了三年了 可能可能后面还会再 还会有一段 我认为会有一段 回到10年限 回到10年限 2万点也没什么 道琼回到2万点 所以有时候你 我就已经跟你讲 为什么我能够讲那么准 你看这一波你看 就涨他 那为什么跟陈建宏基础建设啊 接下来跟陈建宏飞龙在天 我跟陈建宏基础建设没赚到没关系 跟陈建宏基础建设 没有人要买啊 今天再创新高 在北极啊 是不是 全台股就他第一名了 没有第二名了 他如果说第二名 没有人敢讲第一名了 我现在跟你讲的 不是今天涨停的 创历史新高 台股杀成这样子 说真的哪有人是创历史新高 只有他吧 Only one了吧 来来你今天可以拿 说你第一名吗 他今天说第二名 有人敢做第一名吗 他是创历史新高耶 他创历史新高啊 他是创历史新高啊 那我个人认为 接下来各位同志朋友 我认为 飞龙在天啊 跟陈建宏飞龙在天 我个人认为很有机会 你等着看好了 我只好在讲话人家不相信 到时候跟你讲 只有 只有换他独标啊 很多人觉得陈老师 这不可能啦 这只股票不会涨啦 我跟你讲下半年 小心游戏概念股 你现在有没有看到很多明星 都去 都去很多网路 很多明星 他们现在都往这边 都往这种东西去了 游戏概念股 你不要看这个打游戏啊 这个打游戏是未来的大趋势 不是人家在卖手机啊 还是卖电动车 诶我跟你讲 你认为卖手机跟卖电动车 未来绝对会有很大的阻碍 尤其是他手机啊 那手机已经这样子了 那电动车 我跟你讲也快这样子了 你以后你就注意最夯最夯的会是游戏 为什么 因为大家说句实在话 一个机器对不对 在家就好了 以后要玩要玩什么 手机你买得起吗 电动车你买得起吗 以后经济越来越糟 经济越来越糟 经济越来越糟 我跟你讲啊小钱能花啦 小钱大家愿意花啦 我跟你讲大钱啊花不起了啦 你今天你又跟我讲 我跟你讲 你有没有发觉最近美国在涨 有个股票一直在跌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答案 最近你看美股这两天大涨 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股票在跌 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股票在跌什么 特斯拉 你有没有看到啦 最近美股这样子一涨888的 一天涨800点一天涨800点 两天涨了1600点 你有没有看到有一只股票最在跌 是最强最强的那一只股票 之前美股大大跌大崩盘 他是最强的创新高叫做特斯拉 结果这两天美股在大涨 他在跌耶 他是在跌耶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啊 为什么坏 你们看到这两天美股在大涨 有没有 美股在大涨 居然是之前美股崩盘的时候 他在涨的那一只股票 叫做特斯拉 他最近在跌 他最近在跌 跌很凶耶 为什么 所以可觉得电动车有疑虑了吗 他趁美股反弹 他在怎么样 他在出货了吗 所以未来我就跟你讲了吗 手机 你看现在手机 全世界 你不要问什么 你问富士康就好了 你问郭台铭 他订单他最知道了 一定是越来越少了 那以后我就跟你讲 你看看这个打游戏的人 我跟你讲 小钱哦 大家愿意花了 小钱啊 所以未来你看看现在网路也是流量也是一样 那个玩游戏的 怎么玩三国了 怎么玩什么 我跟你讲流量绝对高 你怎么都要玩啊 你今天跟我说有的没的 跑车我也买不起啊 有人在那边介绍跑车介绍豪宅 说真的也不知道谁在看 对不对 游戏啊 现在小孩子怎么样 小孩子才是未来的主流啊 买豪宅 介绍豪宅我是买得起 要介绍跑车啊 笑的 那是谁在看 对吧 那买得起吗 所以未来跟你讲 游戏概念股一定要注意 游戏概念股 未来小孩子就是未来的趋势啊 你不要看这个啊 跟爸爸妈妈娘要拿零用钱啊 我跟你讲啦 对不对 你看看现在小孩子 我跟你讲 有哪几个在看电视的 每天都在 对不对 三国啦 哦 什么的 对不对 都在玩那些嘛 那些小孩子就是未来的 未来也是他们是主力消费群 未来这一批人也是主力消费群 你知道吗 也是主力消费群 所以他在往往 未来为什么他能够往住一片天 因为他你一定要往住什么 要往住未来消费群 你今天最继续这一波美股大涨 结果特斯拉在大跌 特斯拉在大跌 那是什么状况 台积电供应的又是最多 又是给这些电动车 那你台积电现在涨什么 涨什么 国安机器要进去了 赶快买 美股反弹 大家赶快买台积电 涨个台积电涨个20块 今天涨了200点 全部都涨到台积电去 你说这个票能够真的盖给政府吗 其他都在跌 就涨个台积电这一票刚刚盖了 台积电很多人都已经杀在最低点了 都杀在接近400了 我早就跟你讲 你那进空令 我早一个月前我就叫你用 你就不听我的 你白痴啊 我现在来用刚刚好 现在用才不刚好 我早就跟你讲 你半个月前赢就要弄了 现在弄 现在弄太晚了 美股拉过来 拉上来 你现在用的限空令 他拉上来 你台积电一拉 美股又到了 美国人就 我又可以来提台积电的钱了 又来了 又赔洛西了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 你未来要特别去注意到什么 小朋友的天下 小朋友嘛 小朋友的天下你知道吗 小朋友的天下 大家见机 跟陈建宏基础建设已经涨了好多了 我们恭喜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 不要做会员 这种话不能乱讲 好不好 我们恭喜我们的所有的投资朋友 22块买了今天到66 22今天到66 好不好 22块今天到66 这样几倍啊 帮我算一下 三倍 真的三倍 三倍啊 好了三倍了 后面 70块以上给人家赚 70元以上 我们就给人家赚了 好不好 给别人赚了 我们呢 这样子 70块以下 最多69卖一卖 好不好 70元以上 这个见机70元以上给人家赚了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 另外我们的希望 好不好 我们的希望 好不好 陈老师今天要送给大家两只股票 赶快来索取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面对通膨的巨浪 你该怎么办 创造更多的财富 才能在这巨浪中平安度过 战胜股市 鼎业来帮你 甜甜价 让你轻松富 轻松赚 抗通膨专线02 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 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从112年1月1日起 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 而且男性女性 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 租房子到银行开户 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做认可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一物 满下成年的第一步 各位投资朋友 这一波 不要说共亿啦 说共亿没意思好不好 我们的投资朋友 不能讲我们的会员 22块 7月1号22块 22块 对不对 是22块没错嘛 300张 300张7月1号 22块对不对 到今天 64这样也不太好听啦 66 三杯 算啦 算给我们算 好不好 70块以上给人家赚 75块 三杯啊 7月1号嘛 对 7月1号 接下来各位投资朋友 接下来 成老师要大家注意的东西 放在心里面 好不好 接下来 跟成老师龙悲在天 今天给大家这支股票 各位好好把握 谢谢 审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